原型物品观察 其实有时候你们要找是 你们学校 在学校里面你觉得哪一个最值得 你怀念的 这是我拍的照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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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偏乡的小孩来讲 其实他们都来自一个 资源比较区乏的环境 其实他们接触 文化或艺术的机会并不多 那小朋友从创造书的过程中 他获得自己的成就感 他获得自己的舞台 站着看 蹲着看 来 我们这样蹲着看 往上看 我采访了八八水灾 那个时候其实是我 决定要离开新闻圈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觉得我看了太多的灾难 我发现除了去记录 还有传播这些东西之外 我再也没有其他的事情 能够帮助他们 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你看 紫苏的镜头是不是一个圆 有没有看到 你有看到还有什么哪里有圆 你看相机上面还有哪一个是圆 按 对 还有呢 还有 再看 慢慢看 手表 对 好 来 这边 以前我们就觉得学摄影 那你就买单一眼就好了 或怎么样 那发现不对 因为毕竟他们可能连这样的工具都没有 那我们就觉得说 就用非常简单 随手都有 因为现在手机都有 好 来 再找下一位圆 从台北开车到现在有一段去 但其实我们是每一次做完这样的事情 我们其实是非常 心灵是非常饱足的 你会从他们身上会看到一些 我原有我小时候的 那个年代的纯真也好或各方面 以前以为摄影只是拍照而已 然后只是从正面拍 然后现在只要从别的角度拍 可以拍得更好 以前就看到石头而已 然后不会想 现在随便看到一个东西 就会想看看什么东西 好 我看看 你想要拍直立的是不是 所以因为这个东西 它比较适合直立的画面 对不对 嗯 拿起摄影机目标就是 当然是一场生意 然后一个经济活动 但是在这里 我拿起摄影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这样子够吗 还是要再大一点 拍下去 OK 好 我自己有两个女儿 所以我看到她们 就真的看到像自己的小孩一样 我希望能够怎么样帮助她们 让她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 让她们能够建立更多的自信 让她们能够透过摄影能够得到快乐 哈哈 要做这本书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觉得说 假设 连偏乡的孩子 这种资源最匮乏的地方 都能够借由这种小小的公式 去找到她们的自信 也能够拍出这样这么好的相片来的话 未来有更多的人 能够借由同样的模式复制贴上 然后把你们的能力带进来给孩子 摄影挑战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